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我的直播 不一定要分享这个直播 可以分享我们的精华剪辑 任何一个精华剪辑 你觉得值得分享的 都分享出去群组 分享去Facebook 分享去微信 分享去WhatsApp的群组 给更多人看到 然后别忘记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给我一点小鼓励 那现在就谈一下资本主义 我想很多读友问我 洪律师到底资本主义是什么 而且为什么 我之前有说过 为什么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 所带来的 而且是避不了的 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贫富悬殊 就是会有很有钱的人 跟很穷的人 而且他们的差距会越来越远 少数人会掌握大部分的财富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资本主义的特性 那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 我以前讲过共产主义 现在讲一下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特性是什么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没有这一点 就绝对不是基本主义 即便它有其他的特性 但这个最基础的特性 一定要有 就是保障私有财产 资本主义的第一条 就是保障私有财产 你的财产是你的 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财产 而且我们会有法律 来保护你的财产 别人不可以随便掠夺 不能你努力了一辈子 带来的财富 激战起来的产业金钱 别人来割韭菜 就说跟你拿走 跟你抢走 不能 这个是最基本 最基本资本主义 可以实现的基础 如果没有保障财产私有 意味着 你不管赚多少钱 都不是你的 你随时会失去 随时会丢掉 所以这样子 是不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出现 所以资本主义的对立面 你说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话 它就是所谓的共产 就是财产是大家共有的 它不保障私有财产 当然你说中国 为什么可以有私有财产 其实中国 我之前就说过了 它是政治上共产 经济上在1989年 学运改革开放 六四事件之后 他们其实是政治刹车 但是经济上 他们还是走开放路线 所以是用共产主义来管政治 资本主义来管经济 但是他的资本主义 当然他就叫中国特色的 共产主义 虽然是资本主义 但是他保护私有财产的力度 还是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中国的土地 你是不能买的 你买他的屋子 你只是买屋子的使用权 而不是买土地 土地是党的 是国家的 所以你交易的 你的买卖的 是上面的屋子 跟马来西亚不一样 马来西亚其实你买卖 是买土地 包括你买高楼 你不是买那一个unit 你也是买你在这个土地之上的portion 你有一个portion 我们叫strata titan 你还是有地气的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是相反 的情况就这样 所以第一 你一定要保障财产的私有 因为你不保障财产的私有 就意味着你赚的钱是 没有意义的 你努力了一辈子 你积赚了更 不管多少钱 可能一席之间就化为乌有 政府一指令下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资本主义的 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保障财产私有化 第二点 就是让资本自由化 市场决定一切 资本主义其实很像 无政府状态 就是经济上 政府的干预越小越好 让资本自由 而资本其实是有生命力的 所谓的资本就是钱 就是财产 不要以为财产是死的 财产是有它的生命的 而它的生命是什么 我第三点会讲 除了它有生命 它还有一个规律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供需 supply and demand 整个经济 怎样走 你的物品要怎么样定价 会不会多人买 其实它有一套机制在运行的 讲的简单 其中一个就是供需 supply and demand的情况 越多人要的东西 价钱 如果它的供应少 有很多人要 那它的价钱就会高 没有人要 供应多的产品 价钱就会低 就是这样子 所以资本主义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 让资本自由的发展 政府极少的干预 就让市场来决定一切 然后第三 就是我刚才要讲到的 资本 它其实是有生命的 它有自己的性格的 资本的性格是什么 资本的本性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 没有想过这个课题 资本capital的本性 是追逐利益 任何的资本 它是不会静静放在那边 不会 除非是那些 没有人的财产 只要有人的财产 它一定会想方设法 让这个财产增加 就是带来利益 比较不敢冒险的 就可能放在FD 去买一些期权 买一些基金 比较敢冒险的 可能去投资黄金 投资比特币 或者是去做生意 所以资本的本性 是逐利的 是追求利益的 既然它有这个特点在 也正因为是这个特点 才让资本主义 可以极度的扩大化 才可以生存下来 为什么 其实资本主义的发生 是工业革命之后 为什么工业革命 又跟基本主义有关 就是英国发出 发明了蒸汽机 人力被大大的减少 用机器就可以生产很多必需品 所以必需品的价格大幅度下滑 那为什么会大幅度下滑 因为这些制成品变多了 然后需求还是一样 所以价钱自然会下滑 那为什么我说资本主义 跟这个工业革命 其实是有挂钩的 正正是因为你资本出来了 你的商品没有地方可以去 可是你是要去逐利的 所以就会投入到这个生意里面 把这个产品推销到海外 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生意来赚钱 所以如果是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工业革命 我们还是以前用手来织衣服 这样子的情况 用牛来耕田 产品不足够 你的逐利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就自然不会有资本主义 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这三个特点就塑造了 所谓的资本主义 其实就是很简单 资本主义的意思就是 政府你不要管制我 我卖比如iPhone 为什么Steve Jobs会发明iPhone 因为iPhone可以赚钱 这是第一点 赚了钱之后 他的钱他可以用来享受 不需要完全交给政府 或者是评分给其他人 所以造就他 他会努力去赚钱 他会努力去赚钱 他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想赚钱 他要做出与众不同的产品 比如iPhone 革命性的产品 他就要丢钱下去研发生产 去做研究几百亿几千亿去丢 所以他可以吸引资本过来 因为资本想要赚钱 可以吸引资本过来来研发产品 而研发出来的产品 可以卖出去赚钱 然后再分给这些资本家 所以你看资本的逐利性 就造成这样子的一套模式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套资本主义的运作以下 不只是我们有iPhone可以用 而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 你愿意拿钱来推 来研究 来生产 然后生产来研究 当然必定是对我们人类好的东西 因为你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的 比如你的iPhone 做到像塞一样 什么功能都没有 没有人会买嘛 没有人会买你就会亏钱 亏钱了你资本的逐利性就没有 你的公司就会倒闭 所以某种程度上 资本主义是这样子推动的社会 我之前有讲过 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 其实共产主义是很好的 但是它忽略了一个东西 它忽略了人性 人类是有惰性的 当你不管付出多少努力 你所获得的东西都一样的 由政府来统一分配 你去做研究 你去努力做出不同的东西 来造福社会的动力 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而这个惰性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是大是小罢了 而且这个惰性是会有传染性 会模仿的 当一个人他很懒惰 他每天黑着做 别人可以做十个东西 他只做两个 可是他得到的工钱 他得到的回馈 是跟你一模一样的 你本来没有这么懒惰的 你也会给他感染 变成跟他一样懒惰 所以你看 社会的巨轮 就会因为这样子而缓慢下来 所以共产主义是好的 但是它实际上运行不来 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在施行了全面的共产主义之后 会国富明强的 中国到现在其实距离国富明强还很远 最多是国富明没有强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详细的我就不进入说 只是大家要明白这几个特性 基本上就足够了 足够了 知道他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那我现在要进入去讲 我之前有讲到 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贫富悬殊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大家想一下 资本主义有一个使节是无法打开的 就是你作为工人 就是老板资本请你来生产 你工人其实只是生产的其中一个原料 对不对 资本主义工人就是其中一个生产原料 它是一个cost 它是一个成本 而这个成本是怎么样都不可能会贵过 会大过你出产产品的价钱 对不对 成本价格是不可能高过成品 就是产品的价格 因为你高过的话就表示亏钱了 你来一万块来做一只电话 可是你卖八千块 每出一只电话你就亏两千块 可能会做吗 不可能 所以你的成本包括材料 包括你的工人 他的工钱 必然是低过你出产产品的价格的 一定 而且是低很多 大家想一下 这是百分之百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当工人的心心 一定会低于产品的价格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 工人越努力的工作 他们的生活越惨 你出产 我说工人不是某一个工人 是整个工人阶级 工人越努力的工作 越加班 有钱的是他的老板 因为他老板是从资本之上赚钱 不是用利益 不是用体力来赚钱 而工人是用他的体力来赚钱 而他赚的钱 是买不起他的产品的 而这些产品 记得我刚才所说吗 资本主义通过这个产品来推动社会的进程 推动社会的发展 而这些推动社会进程 推动社会发展的产品 工人是永远都买不起的 对吗 你想一下 因为如果工人用工钱 可以买得起他出产的产品 就意味着这个产品是没有用的产品 是不能赚钱的产品 所以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所以必然的工农阶级 生产一方的阶级 会出现被剥削的情况 他们越努力 生产出越多东西 他们就会越贫穷 整个趋势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比喻 你不要跟我说 没有啊 我做A工作 我可以买B工作的产品 当然你可以买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讲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这个死结是永远打不开的 因为你工人的薪水 你出产产品的成本 是绝对不可能会比产品的价格高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贫富悬殊 必然会形成 在资本主义之下 所以要怎样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 要怎样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我告诉你资本主义是解决不了的 不能 因为是一个死结 所谓的死结 就是你打不开的结 打得开的结叫活结 死结是打不开的结 所以它是绝对打不开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的cost 不可以高过你的purchase price 卖价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严格上来讲 也没有一个百分百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都会有一定的政府介入 只是介入的多 介入的少 像马来西亚 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政府会有介入 某些必需品要制定顶价 因为如果你不制定顶价 很多人会饿死 种稻米的人买不起自己的稻米 他宁愿饿死 他也要拿出去卖 因为你自己吃的价钱是比较低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拿出去卖 可以卖到更好的价格 沙头的生意 有人做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资本的主力性 所以政府会介入设置顶价 然后政府会介入给subsidize 有一些产品 有一些必需品 我们要给补助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减缓 贫富悬殊 的差距 它还是会有 还是会慢慢增加 但是还要减缓 他们增加的步伐 增加的速度 增加的角度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共产主义 为什么马克思 恩格斯这些人 他们会创造出共产主义呢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死结 这个死结是资本主义 不能够被打开的死结 而且也知道 贫富悬殊的结果 就是暴乱 就是动乱 然后世界重新打乱 回到混乱 然后幸存下来的人 再来重新开始资本主义 所以资本主义是有寿命 它发展到一个情况 社会就会动断 当然如果你是在这个国家 你会想尽各种办法 来加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 像我刚才说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我上一期直播讲的讲题 这个奶头娱乐 奶嘴娱乐 就是1995年 500位精英 他们去谈 要怎样去延缓 这个大爆发的时间 他想到去 用这些小娱乐 散射心的东西 来把你的思考能力给夺走 所以我一直说 大家不要放弃 自己的思考能力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共产主义 他们就是想要 从根本上来解决 工人 你生产的产品 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国家的发展 国家的进步 所以你看 就没有了资本主义的那个世界 那这样子的社会 就不会有贫富悬殊了 大家的薪水都是一样 而且你生产的东西 不是是给你自己用 也是给其他人用 别人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永远都是平等 乌托邦 能够实行 这个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机制 但是我们人有惰性 有自私 有略根性 比如你共产主义的国家 高官会跟你一起吃苦吗 你一年只可以换两套新衣 是政府统一给你的 高官也一样吗 很多时候也不会 不是很多时候 可以说百分百的情况都不会 因为人类有贪婪的本性 所以这个就是资本主义 跟共产主义的差别 资本主义当然 不是最好的 它有漏洞 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 这个死结 但是它是最符合人性的机制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来推动社会的进程 社会的改革 所以大家必须明白这一点 所以世界上也没有 百分百的资本主义 他们只是某种程度上 让政府来介入 包括要缴税 你赚得多 你就要缴更多的税 这也是资本主义 平衡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 谢谢大家